主席各位委员 前面几位委员一再的为我们执政党的立委来复习 程序委员会的职责 是在于安排我们立法院的议事程序 程序委员会的功能就像是交通警察一样 他是在指挥交通 他只能够做谁先走谁后走 但是他不能够来剥夺 我们立法委员的行使职权的权利 不能够把灯永远停在红灯 让有些人就是过不了马路 我很疑惑为什么我们执政党的委员的学习曲线这么的长 这么多委员一再的复习 我想所有的国人都非常了解 透过我们的转播都知道程序委员会该做什么事 但是我们执政党委员却做不对的事情 永远没有办法把这个职权行使好 党哪些法案我想大家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国民党怕的法案不敢让他进立法院 党政党法党不当党产 也党转型正义的法案 本席所提出来的国安法的修正案 是转型正义的第一步 台湾历经戒严统治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政治迫害 但是我们的国家如何对待被迫害的人 我们是用钱来处理 这是一个什么样没有公益精神的国家 国安法的修正就是要让我们被军阀审判不当审判的人民 可以有平反的机会 可以有重新审判的机会 不是用钱来打发了事 国民党害怕转型正义 马总统每一年二二八都去道歉 但是说一套做一套 就是不敢让这些阳光法案 让转型正义的法案 让落实保障人权两公约精神的法案 进入立法院 国民党还怕什么 怕透明 我们立委所组成的调阅小组 和氏资料调阅小组 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多数党的委员 让他成为一个鸟笼调阅小组 至爱难行 梦想家调阅小组 阻碍不让他成立 520文化部即将上路 一个没有真相的文化部将狼狈上路 如何用文明来说服我们的人民 两页烧掉两亿三 全国的视觉艺术全年只有一亿九 一场表演比所有的视觉艺术还重要 文化人苦哈哈 文化的钱却拿来服务政治 服务财团 国民党怕透明 我要呼吁我们的执政党 今天开始自行改过 否则我们也看到法国 沙科齐总统爱作秀的总统 最终的下场 我们很遗憾 如果我们今年的大选没有被提早 恐怕现在选举的结果会不一样